今天 仪泰跟大家聊一部韩国战争历史电影《南汉山城》 朝鲜历史上的靖康知识 故事发生在1636年 明重真九年 清军第二次南征朝鲜 早在1627年 明天起七年时 清军曾第一次南征朝鲜 逼迫朝鲜纳贡 去除明朝年号 约为兄弟之国 双方签订了盟约 但朝鲜并未尽力旅行 清军这次攻打朝鲜 是为了让朝鲜彻底断绝跟明朝的附属关系 而奉清朝伪宗驻国 此刻的朝鲜国王已经从京都汉城向南 逃进了南汉山城 国王派立派村民集前去清军大营议和 仪泰考察了一下 影片中朝鲜官职立派 礼派 兵派等 相当于中国的立部尚书 礼部尚书 兵部尚书 一个老头带礼派过江 礼派问他 清军要来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老头说 清军要过江 我帮他们带路 可以换取点粮食 李派说 你是朝鲜百姓 昨天帮国军过江 为什么明天又要帮清军过江 老头说 我昨天带国军过江 国军连一碗米都没有给我呢 他们这段对话足以说明 在古代连饭都吃不饱的普通百姓 是没有什么国家意识的 就像清朝末年 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 中国百姓去充当双方间谍 最后被斩首 围观的百姓却唤心雀跃 我们现在认为他们麻木不仁 其实是一种苛求 他们只是最底层的 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楼椅 在朝廷和官员的眼里 只是榨取贤财的奴隶 最后 礼盼杀死了这个朝鲜子民 残兵败将都逃进了南汉山城 城里的居民并不欢迎国王的到来 因为国王会把战火引到这里 还会抓他们去作战 果然 清军追到了城下 开始围城 此时 礼盼谈判回来 带回来了谈判条件 清军要求朝鲜国王派世子到沈阳做人质 并断绝和明朝的宗藩关系 改为侍奉清朝 大臣们发生了第一轮争吵 国王果然蒸发城中的南丁守城作战 而这样 城中的兵力也不过一万三千多人 这些丁状和士兵们在风雨之中昼夜守城 因为寒冷 开始有人冻伤 知道此事的礼盼将此事汇报给了国王 建议收集城内草席子给士兵们预寒 兵盘认为士兵们守城 受冻属于正常 令乡认为自己的士兵受冻的同时 敌人也在受冻 不用管此事 当然 这两个老官僚说的基本不是人话 有大臣建议收集官僚贵族的衣服给士兵们预寒 令乡认为这样有损贵族威严 在吵闹中 最后国王同意收集草席子给士兵预寒 在他们的这场争论中也可以看到 在古代朝鲜 士兵和平民在贵族眼里都是下等人 在电影中 从领向和投靠清军的朝鲜翻译对话中也可以得知 在朝鲜 奴隶是不被称作人的 朝鲜国王派立判和清军又进行了一次谈判 依然没有结果 大臣要求处斩立判和清军决战 最后 国王决定和清军作战 在派兵出战的同时 也派出信使 去都元帅府大言求救 毫无悬念 这次出兵大败而归 城内不仅缺粮 喂马的草料也不足了 战马开始饿死 大臣们经过一番争论 领向说 士兵可以靠意志预寒 马不能靠意志扛饿 国王同意了领向的意见 下令把分发给士兵预寒用的草席子收回来喂马 并拆百姓房子的草席 房顶 运作马料 士兵和百姓开始大量动伤 足见当权者的愚昧 在士兵和百姓大量动伤后 所得的马料并没有解决马的生存问题 战马依然不断地开始饿死 饿死的战马只好拿来给士兵冲击 士兵看到经过的朝廷大臣 忍不住出言讥讽其愚昧 军官呵斥是不是想找死 士兵说 大战在前早晚要死 早死几天又怕什么 足见士兵对朝廷的极度失望 立判和领向带上吃食做礼物 第三次出使清军大赢 打探黄太极有没有来到城下 清军没有收下礼物 二人回来之后 大臣们不亦敌情 却争吵着要求国王把两人杀了 原因是两人没能让清军收下礼物 有损国王面子 从这里也能看到 朝廷官员治国的才能何等的低下 朝廷决定突袭清军 由官阶最高的大臣领向 亲自指挥 顶盔冠甲的领向站在城头 根据巫婆算出来的日子 逼迫士兵出城作战 而这天风大 并不利于士兵的火冲填疮火药 对作战一无所知的领向并不接受 作战经验丰富的手续使的任何建议 面带恐惧的士兵不愿意去送死 领向便命令自己的侍卫 砍杀后面的士兵 逼迫他们向前作战 出城作战的士兵 先遭到了清军的抛击 而后被骑兵冲散了阵型 最后被步兵全部屠杀在了城外 领向将战败的责任 全部推卸在守御使和带队作战的将领身上 最后守御使被葬行 作战将领被斩首 这也可见国王的昏庸 也不免让人想起同时期 在北京保卫战后被杀的袁重焕 此时 都元帅的军队已经到了南汉山城附近 国王决定再派信使出城联络 因为第一个信使被他们自己的巡逻兵误杀在城外 李盼找到铁匠 希望他带信出城 铁匠说 吃喝玩乐 打人关押的时候都分高地贵贱 现在危难了 朝廷怎么不嫌弃自己被贱了 最终 抵判还是说服了铁匠 虽然铁匠对朝廷失望 但他还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新年之际 被困在城中的朝鲜君臣 向着中国北京方向进行了摇拜 朝鲜国王对于明朝皇帝的感情可以说是真切的 明朝皇帝对于朝鲜国王来说 等同再造父母 据说崇祯年号一直被朝鲜国王使用到清朝末年 皇太极来到了城外大营 朝鲜国王感到了恐惧 像听从投降派的意见 主战派大臣说 难道您忘了明朝皇帝对于我们的恩情了吗 国王暂时打消了投降的念头 当清军的最后通牒送到朝鲜朝廷时 朝中的主战派大臣都选择了沉默 朝廷上下决定投降 铁匠将信送到了都元帅大营 但都元帅大营中的高级武将们 贪生怕死 又不敢违背国王的命令 于是他们决定杀死送信的铁匠 稍微诏书率军后撤 铁匠侥侥逃脱了 而都元帅大营却被清军发现了 最后几万朝鲜军队被清军屠戮 当朝鲜的投降书还在路上时 清军对南汉山城发动了进攻 城内死伤惨重 姗姗来迟的投降书终于送到了皇太极手里 清军停止了攻城 接受朝鲜国王出城投降 朝鲜国王于次日率文武大臣到清军大营 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寇君臣大礼 在此之前逃到江华岛上的王氏后妃数百人 已被清军俘获 这部电影韩国人也是真的敢拍 毕竟他们的自尊心脆弱的 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玻璃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